一號中午緊銷衝到瑜伽教室 急迫玻璃門 聽到女子微弱求救聲 34歲 十姓女子 獨自一人練習空中瑜伽 疑似倒立放鬆進步 但可能核心肌群不足 瑜伽帶纏住脖子 懸在空中差點窒息 但偏偏教室沒有別人 讓十姓女子情急之下 呼叫Siri報案 Siri成功報案救了女子一命 消防人員抵達時 發信女子差點窒息 用剪刀把瑜伽帶剪斷 女子虛弱躺地 臉色苍白 丈夫感到現場抱在懷裡 最後帶妻子送醫 空中瑜伽教室 差點便命案現場 Hey Siri 幫我打電話報警 實際測試 把手機放在角落大喊Siri報案 距離大於兩公尺和手機離太遠 恐怕呼救也沒有反應 實際女子當時把手機 放在一旁充電 幸好距離不遠 也有把Siri功能打開 但獨自練瑜伽 專業老實說很危險 空中瑜伽是專業運動 動作看似優美 但瑜伽帶是軟的 女子被瑜伽帶勒緊 差點沒命 危急時刻 Siri變成救命恩人 真的有驚無限 這台南高雄作為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